经济部能源局 节能减碳推广教材 中小学篇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但如今我们得面对地球正在发烧的现象 因此对抗全球暖化成为全球的共同课题与挑战 那么该如何落实生活减碳抗暖呢? 先了解什么是节能减碳 节能减碳的碳是什么? 指的就是二氧化碳CO2 节能减碳简单来说就是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为什么要讨论二氧化碳? 因为过多的二氧化碳会造成温度上升 形成温室效应 二氧化碳原本是自然循环中可以被分解达到平衡 但由于随着工业的进步 人类制造出过多的二氧化碳 这些多出来的二氧化碳储存在大气之中 让我们的温度连年上升 人类有哪些行为使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增加呢? 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例如石油 煤炭 天然气 开车所需的汽油或用煤发电 它们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就会跑在空气中 这样就会增加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哦 大量砍发树木 雨林 烂砍树木使得光合作用的植物越来越少 树木砍发之后会减少植物光合作用吸收的机会 温度上升 造成冰山融化 许多北极熊因为找不到可以休息的冰砖 只好不断地游泳 最后累死在水中 生活中的节能减碳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其实非常简单 从我们日常的食 医 住 行 生活就可以随手做到 低碳生活 要如何节能减碳 健走最健康 出门购物自带环保袋及环保杯快 随手关灯不浪费 拔掉插头最放心 多吃蔬菜少吃肉 支持在地食材 只选购具有节能标章的电器产品 省电灯具更省钱 资源确实回收 回收一顿的纸张可以减少242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哦 总而言之 低碳生活就是简约的生活方式 是低花费 低耗能 但不影响生活品质 低碳生活是聪明的选择 有效的运用能资源 校园的节能减碳 我们每天在学校也可以当个节能减碳小尖兵哦 我们可以成为校园巡逻队 找出没关灯的教室 找出没关紧水龙头的洗手台 找出会漏水的地方 我们可以成为小小习服志工 确实做好资源回收与再利用 我们可以成为小小校园解说园 发挥校园特色 帮助大家了解生态 资源与能源运用 我们可以为学校服务照顾植栽 营造多样化的校园生物环境 打造生态丰富的学校 让大家能清静大自然 向自然学习 让我们一起用行动爱地球 更多资讯请上 节能减碳全民志工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